所以智慎 咱們來看立法院 程序委員會向太上訪 咱們來看國民黨 可能在明天會強行通過這些有正義的法案 包括選罷法要去護航 謝國良 是沒有錯 就是國民黨 他英國藍白 明天會不會在院會 最後一天在法案大廳商通過這些 包括選罷法 包括SGU組織法 包括大家非常憤怒的花東快速公路建設條例等等 這些東西都是藍白已經不是擴權了 藍白根本把自己就當成是太上皇 來這種違背民主程序的來進行 他想要通過為所欲為的法案 那我覺得這一個會取來 大家回憶一下 這八分之一 立委四年 已經過了八分之一 藍白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就是不斷地在擴張自己的權力 我們大家明天拭目以待 如果藍白去做這樣的動作 我相信只會引起民眾更多更強烈的憤怒 那我來講兩個東西 一個是程序委會 我真的印象不一樣 我們剛進政治圈工作的時候 就看到 阿扁執政的時候 就看到剛剛永哥所提到的 國民黨那時候占多數黨 各式各樣霸凌 其實我也會霸凌所有民進黨 行政部門的法案 公開在政論節目 對 這麼多人在看 在講的時候 他公開講說他們從來沒有 睜眼說笑話 可以講這種謊話 後來要不是我用辭職 來逼他定期 後來他有一段時間 從那一天起有一段時間 不敢上政論節目 不敢跟你一起上 不是 但是每個政論節目 他縱然到別臺一樣 到民視來一樣 大家要問他說 你跟人家差 你要辭職嗎 你要辭職嗎 他怕人家逼他辭職 對 我本來議員剛剛講那個程序委員會 就簡單講話 程序委員會有什麼意思 程序嘛 程序看形勢 只要你形勢符合相關規範 你就讓他過 結果國民黨民眾他為了不要在 院會被造成衝突 因為衝突太大 對不對 不要在委員會 這個不懂的議事程序 被架空之後 他現在選擇到最前面 程序委員會根本讓你民進黨 我現在擔心是連行政部門 很多民生法案 他根本全部給你擋下來 擋下來兩件事情 第一個 只通過他想要通過的法案 第二個 再回來講說 你看你行政部門都不作為 不做事 沒有政績 法案都被你擋光光了 你叫行政部門怎麼做事 把你雙手都砍斷了 然後再跟你講說你不做事情 我覺得現在藍白陣營有這樣子的一個陰謀 最後我講麥玉珍這個法案 裡面有一個很可怕的東西是大家沒有提到的 六年到四年 你還好打還是四年身份證 他講那個一致的行政措施 有點很可怕 這個一般的外國人 包括越南人 美國人都一樣 他只要拿到身份證 他可以立刻這個報考國家公務員 這個部分 對不起 大陸人 大陸人要怎麼樣 要十年才能夠去考國家公務員 這是四字六一八的規定 就是說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的民主價值 過去的社會經濟體制跟我們不一樣 他需要更長的時間來理解 臺灣社會的民主運作 四字六一八這樣規定 如果按照麥玉珍的說法 他直接把什麼 他直接把大陸人拿到四年拿到身份證 立刻去考公務員的情況 大家可以想想 不是說他們不好 而是說要需要更多的時間 不是做考公務員 他要去選總統 我告訴你 他有君子 你看連美國 對 連美國對自己美國人都有差別待遇 你如果不是在美國出身 還不能選美國總統 所以他那個新住民委員會 所以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對外國人怎麼樣 說行政措施一視同仁 沒有這樣子 不要胡說八道 單單一個Visa 你要簽證就不一樣了 國人可以自由進出 不是國人對不起 就是要簽證 除非說你是免簽證 免簽證隨時可以收回來 所以等於脈玉珍是胡說八道到極點 這種水準有資格當立委 我覺得民眾黨也很離譜給拿名字 所以我希望兩年趕快到 你們民政黨趕快讓他下來 不過有一件事情 我從教育界出身的 我是讀師範學校的 所以我畢業以後我當了小學老師 我從小學教導研究所 我對這種教育其實特別關心 我又是個特教老師 我看到今天看到這些相關的新聞 心裡更是痛 台北市私幼 狼絲 性侵 頭白女童 原方隱匿 續聘 檢警查扣六百多部的性影像 園長移借殼再成立脫英中心 議員批市府沒有作為 蔣萬安十三日點數 回應說已經配置許可了 結果許出華批市府兩個時間點都沒有處理 2022年發生第一起沒有處理 2023年3月又第二起 接下來一發現原來 不是啊 是總共六百多部的性影像 多可怕 市府IP動作慢一年 2022年7月發生 2023年7月才處理 教育局說111年是查無證據 人家都已經這麼清楚告訴你 查無證據 好 我們再來看 其中還有個更離譜的 這個人叫做徐曉星 徐曉星自稱有參與兒少姓剝削立法 黃絕路翁來收割的政治詐騙犯 為什麼 兒少姓剝削立法 你知道是哪個部位主管的嗎 是衛福部 結果徐曉星說 齁 什麼他在教育委員會 齁 什麼怎麼樣怎麼樣 你連委員會都說錯 可是他膽敢 膽敢 在他的臉書說 他有參與他做了多少事 所以徐曉星就是一個謊話連篇的人 什麼都敢收割 什麼都敢收割 最重要的 鋪狼絲案去年就收陳情 徐曉星接過程說 不同位置持續關心孩子的權益 是這樣子嗎 徐曉星表示去年八月 臺北市議員期間就收到家長陳情 立即在八月十二日 市議會召開協調會 而他也是這個條例主題案人 勢必加重狼絲請責 你是這個主題案人 你也拜託 你連哪個委員會 你都搞不清楚了 你還敢講 所以有人講說 欸 家長陳情 你是召開協調會 你也拜託 你為什麼不會像現在一樣 馬上記者會 這個幼兒園有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 這樣才對啊 怎麼叫協調會 協調讓幼兒園繼續開嗎 果然現在幼兒園要繼續開啊 所以啊 兒哨性剝削防治條例 散讀通過 付費觀看最終罰七 最終關七年來罰一百萬 顯得跟你虛操心 這樣你如果要 陣中了要 哇 真厲害啦 不過從這裡來講 台北市政府 似乎對這件事情 不夠關心 而且輕忽了 市府反應慢了好幾拍 讓嫌犯犯案長達一年時間 這讓蔣萬安成為劍拔 我也感到非常痛心 也非常的氣憤 在2023年7月接獲通報 第一時間就要求撤查 強調2023年7月接獲通報 就組成審查小組 將幼兒園停業 范老師也停職 還發現原長經營另一家運營中心 也立刻通知家長 即便目前已經變更經營者 市府還是持續追蹤 確保不會借殼上市 只是早在2022年7月 就有女童受害 當時因為查不到證據 不起訴 市府就作罷 引發後續悲劇 外界所說2022年7月 所接獲通報的案子 雖然我還沒上任 但教育局跟我回報 他們在當時 即刻也調閱了 相關的監視器畫面 在2022年的時候 年終的時候 我已經禮報就一定有處理 那只是程序上 可能現在要請 台北市政府說明清楚 一個還沒上任 另一個說正好不在 2022年怎麼查的 不知道 只是2023年再度爆發 除了北市府 知情的 還有當時的選區議員 徐曉星 臉書PO出當時照片 說接獲家長陳情開了協調會 還強調剛通過的黃紫焦條款 他也是主題案人 如今受害者 一個接著一個報 小小年紀 心裡的創傷難以抹滅 當時沒及時伸出援手 預防悲劇的大人們 也躲不過外界究責 我們現場 有我們的台北市議員 委員 這件事 我覺得 處理起來有九萬 因為他這個 同一個幼兒園 然後同一個加害者 還有兩個時間點 就兩個案子 第一個案子是111年 就最早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是柯文哲市政府的時候 那但是我不是說他有什麼問題 而是當時不管錄影機 然後所收集的市政 沒有明確市政去證明說 他有性侵害小孩子的事情 所以最後不管是台北市交易局 以及檢調在過了一年之後 都是一個不起訴 把他癥結 那當然後來之後 馬上在112年的時候 就是第二次的時候 蔣灣市政府任內 又有第二次的通報 而這次通報的個案其實蠻多的 前前後後加起來大概12個個案 那後來其實蔣灣 其實他有針對他個案 他怎麼這些通報 他怎麼處理他其實有一個時間序 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接受通報的時候 他就立刻把那個 所謂的狼屍去進行所謂的庭權 就是叫他離開幼兒園 這個處置 跟後續的罰款這部分 但問題是現在從家長 從民間的角度來看 就是覺得說 同一個幼兒園 同一個狼屍 為什麼過了一年的時間 還發生連續兩次 大家是不能接受的 而這不能接受 也是導致為什麼現在討論說 法律上修改的問題說 怎麼樣去制止 讓這個狼屍 他不要持續的在同一個崗位上 而且最主要是說 這個幼兒園換個名字 又介事訪問 又開設了 而這個狼屍似乎 他換個名字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同時一樣 同樣的負責人 他有另外經營 另外拖映中心 拖映中心跟幼兒園 一樣的意思嗎 拖映中心 他是換負責人的名字 一樣的意思 當然拖映中心 他是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就是說家長沒辦法接受說 我同一個 我明明知道他有風險 但是因為某些法令 然後因為政府的不作為 讓我們沒有揭露相關資訊之後 還要持續把我小孩子 送到有問題的幼兒園 這才是這一次 家長為什麼群聚積分 一個最重要的重點 所以看到了 我講實在話 臺北市教育局 還有臺北市長蔣光安 太輕忽了 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 誰家沒有女兒 誰家沒有孩子 尤其這種性侵案 有時候不是只有針對女生 男生也會 都會 所以看起來很可怕 所以大家看 怎麼又是臺北市 不到一年履傳重大案件 講話你該去安泰稅嗎 你看南童凱凱遭保母虐死案 臺北市公務員涉嫌犯毒案 保林茶室食物中毒案 量六個 六個人死亡 北捷十七休息室經濟長途 欸 北捷的司機 在把我們開 老闆的 在把我們開捷運的 竟然他的休息室裡面有毒品 誘援狼絲 遭報性侵偷拍女童 一年後才停止 結果現在母親就是他的原長 還一介名 另外又開業 結果講到今天直播回應說 齁 一定員查員辦 差不多 怎麼這麼多事情呢 我本來想用螺絲鬆了四個字來形容 可是我發現我過去這一年來 好像螺絲鬆了 不是 我是說好像螺絲鬆了 已經講了不知道幾次 講到我覺得 講到不好意思 好像螺絲已經不知道放到哪邊去了 所以臺北師母現在狀況 像剛剛光是幼兒園這個案子 坦白說在過去幾天裡面 臺北幼兒園在網路的聲量 其實很多人是非常關心這件事情 為什麼 小朋友在幼兒園裡面 你要知道那麼年紀那麼小 小朋友他遇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請問他怎麼知道反抗 他怎麼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他連發生什麼事情 他都不一定知道 何況還要告訴家長這件事情 所以等於說家長把這件事情 講出來本身就不是已經很容易的事情了 所以你看這個 在整個時序裡面 在看的時候時序 你看是二零二二年七月的時候 家長報案說 女童遭到狼絲的猥褻 各位我在講的是幼兒園的小朋友 然後告訴家長 家長再去報案這件事情 其實對幼兒園家長講很不容易 因為光是小朋友講清楚自己遇到什麼事情 就很困難了 所以家長去報案這件事 第一時間通報是不是大事 是大事喔 所以臺北市政府二零二年七月的時候 接到通報的時候 你如果是真的有正常判斷能力的話 你就應該把他當大事去處理 如果你是臺北市市議員的話 你也應該把他當大事去處理 去監督市政府往下追 結果這件事情 沒關係 司法會調查 反正這個檢察官會調查 那檢察官辦了就OK啦 那跟我們市政府沒有關係 我們市政府就在旁邊看就好了 是這樣嗎 拜託 一個行為的發生 有很多責任 第一個有刑事責任 是 有民事責任 最重要還有行政責任 那行政責任就是你市政府應該管的 是 他們都沒參與 是 所以你剛剛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那個人師是那個園長的兒子 你有沒有發現 剛剛在委員的解釋下的意思就是 在這個整個司法違憲案不起訴 因為覺得市政不夠多 在這之前 請問臺北市政府你做了什麼 針對這間傳出事情的幼兒園 你不要特別盯著去調查嗎 所以問題在於說這段時間 你看一直到二零二三年七月 這個時候就在爆發出來說 又很多起的時候 二零二年七月到二零二三年七月 又一年的時間 這一年的時間足以累積多少受害者 所以在這之前 你有機會在二零二年 讓整件事情喊咖的時候 你沒有喊咖 你說這個東西司法在調查 對不起 就是你覺得司法在調查這個態度 才會讓整件事情看起來又累積了很多受害者 所以我要講的時候說 當大家在兒少法性剝削 防治條例在處理的時候 有一個真誠 那個人叫徐曉鑫 連委員會都搞不清楚 連兒少性剝削 防治條例的主管機關 以及討論在立法院 應該在哪個委員會討論 他都搞不清楚 他竟然敢說 哎呀 兒少性剝削條例立法 他有參與 他還什麼什麼什麼做了多少事 哎 三Q 你也做到立委 我不能看見這個立委十天四夜 別人做的 剝削衣服的 他就說 你也差不多的 徐曉鑫 徐曉鑫如果是政治評論員 他說的都對 像我們在節目裡面 要怎麼說都剝削了 他不是呢 他立委呢 他在立委之前是議員嘛 這件事在2020年的時候 我們上場陳情 就表示說他那個時候可以處理 他可以擋手處理的事情 他沒有擋手 他沒有處理啊 他出嘴 還開協調會 你協調什麼啦 協調什麼結果嘛 今天的回應 他說那時候協調會 本來要開在郵寶庭 後來說什麼原方偽造文書 還改做那個 改做市政府 到達局 來 我就說一個事情 偽造文書怎麼算憲法 憲書嘛 當然 當然嘛 阿偽造根本是偽造文書 偽造公文書咧 喔 協調會 協調會是持有的統治書嘛 嗯 如果叫徐曉鑫說的 沒錯 你就要檢查到報案了啦 是啊 對不對 還在開記者會 本末導致嘛 徐曉鑫是有公權力的人 徐曉鑫是改屋的議員 現在是改屋的立委 你兩黨前可以處理的工作 沒處理 拖兩黨出來開記者會是說 要說什麼聽 你現在他在自己看到 在你腦袋比較發生的事情 你不在意處理 不在意處理 在那裏 他叫柯文哲來 柯文哲說黃珊珊 黃珊珊說陳志涵 陳志涵說 蔣萬安就大家拿來拿去 這就是國民黨跟民眾黨來做首長 這件事沒有人知道 富士林為官司首長到民意代表 為立委會到議員 沒有人跟富士林到今天不知道什麼 會不會 我如果審討 先送禮佩 連這個條例討論是在 衛環委員會討論 他竟然說成在教育委員會 表示他沒有去嘛 亂說嘛 對 所以在表情 胡說八道的一個立委 若是在你頭前 手會可以擋手處理的事情 你不擋手 當上幾個都工作 怪別人做得不好 來現在說 現在要收割法案 我就說一個簡單的 以前是怎樣 比如說 你田徒 我梵桐 我們兩個完結 田徒站在你一邊 梵桐站在我一邊 我會說你用這個法案 你會說我用那個法案 但是為什麼 因為 台灣社會兩邊 立場都有人支持 我說你通 你說我讀 這跟我們政治立場一樣 但有一個法案是怎樣 大家公家賣 如果大家公家賣 那種都不會忘記的時候打 比如說國民運動中心 15萬人 義雄館期都有 大家都有政策 蔡宇宇也政策 徐青煌也政策 南東也政策 我也政策 大家都政策 你像這個 為什麼這次 大家動不動 跳出來你知道嗎 因為真的自己沒有關係 如果自己有關係 大家公家賣 那有關係 那就說人人好嘛 但這件事 像許小新的眾人配水 因為自己沒有關係嘛 你小聲挑出來說說說的 大家 現場的回應就是說 我們開會怎麼會來 他就不可以來啊 他就不可以來嘛 他就不可以來嘛 他就亂担說他去教育委員會 不可以來之後 我們再看他的文主委說 在教育委員會三個月 我很關心兒哨心 去討論這個案子 他現在看見他說 他也是教育委員會 所以我會反的咧 他現在說我會反的 他又跟他們 他說我國防外交給你開會 國防外交也可以去 你關心的東西你會去嘛 這個標示什麼 不只沒當手而已 還減有嘴公白人嘛 這個跟你沒關係 這樣一句話嘛 徐曉欣八卦嘛 說謊話嘛 收割嘛 把人家的功勞要攬到你的身上 意思說徐曉欣他很厲害 他當都會要 你也比較差不多 這個徐曉欣太離譜了吧 拜託 國民黨有這種立委 你就寄借了 徐曉欣你就減做一件 你寄借了沒有人開會的時候 拿蠻頭去那補一尺 跟一尺那一尺 說我今天關心兒哨心 性剝削 都沒有這些工作了 他連標民工夫就沒辦法做 要用那種共同體驗 大家說過你一件 我一件的東西 說他的工作 如果照他的標準這樣可以 我會說 如果中華民國到台灣 到今天為止所有的工作都很快就做 徐曉欣民陪正經三吋九 打不下去 欸 徐曉欣這樣說 所以我們從兒哨性剝削防治條例 其實藍綠都支持 但是你徐曉欣就是沒有參與嘛 而且你連這個法案 是哪一個機關主管的 在哪一個委員會審理的 你都不知道 你做什麼立委 你立的一路集結到現在 你還做到議員 你連這個在哪裡都不知道 你也比較差不多 所以議員 哇 這種立委 不是只有一件而已 這種立委是要抬頭的 所以真的要罷免 這真的覺得徐曉欣 大家說他面皮膚 因為這件看起來 真的面皮膚膚 那真的是恐怖 因為這種東西就很... 這真的要罷免 我們台頭就是罷免 這要罷免 這就很簡單的東西 你有這個案 你有去關心 你關心最簡單的說你提案 不然你提案就是說 人家處理的時候 你過那裡 參與討論 大家共同來看 每一個法條 你關心哪一條 你這個法條 我可以進行 你這個法條 你這樣想像 在這裡 做法條 真的嗎 感覺還可以 你我來 你這個法條 你這個法條